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龙姐 干什么呢你 别去打扰主人 你 你划刑成功了 小点声 怎样 厉害吧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把我当成皮球一样扔来扔去 以后看来在这青池宫啊 又少了一份乐趣 不过主人要是看到你划刑成功 应该会开心一些吧 那你还拦我 阿玉 主人她 就拜托你了 我宫廓宫 那个东西 你听着我 你往下来 你看去的 这个东西 我看你 你啊 你啊 我看她 你能不能再承订我 你还会 不是 阿英看到了 定会很开心的 元气哥哥 你这是哭了多久啊 你的眼睛疼不疼 阿云 对不起 阿云 我没保护好她 这次她是真的走了 你别惩罚自己了 当时清静 你已别无选择了 我有选择 若是我能早点发现 她已被封了仙谷 我拼命都会护住她的 但你不知道 无论是妖事先 终有烟消云散的一天 我拼命 你说过姐姐曾经最为惜命 可你却白白糟蹋活着的日子 你虽在千年前就惩灭了清灵 宣告姐姐无罪 可因为没有实证 三界说你不过宣思罢了 真正杀害姐姐的凶手 还藏匿在仙界中没有被救出 此刻正活在阳光下 自有自在 元气哥哥 你不是还要练成婚人云珠 抓住她吗 姐姐的大仇未报 真的要一直沉稳下去吗 你说得对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别再喝了 阿姨的离去不是你的过错 你要自己折磨自己到什么时候 别管我 让我喝 我喝了 这事件最残忍的 就是给了希望以后 就立刻毁掉吧 确定了 殿下放心 即仙 妖 幽冥三界都无能为力 那阿姨绝无生还的可能 这下 她总归可以收心了 没有那个阿姨干扰 想必 神君很快就会察觉殿下的魅力 转为亲慕您 殿下成为青池宫女主人 指日可待 青池宫女主人 你以为我对元气上心 是因为喜欢她吗 你错了 我想要的 是整个仙界 是她元气成为我的群下之臣 甘愿用整个神界 来助我登上天地尊位 今日我心情甚好 把织女们新上贡的 五彩孔雀衣拿来 是 是 自从华叔当上戴天地后 孔雀一族势头大盛 一举成为一等先祖 颇有取代我凤族 统领百鸟之事 我认为是时候恢复百鸟嘲凤大会 所以 让这帮孔雀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百鸟之手 百鸟嘲凤大会历来都是由我凤族的火凤主持 如今凤凰在海外闭关不离世事 小凤君又未得复生 如何使得 不是有凤鸟吗 凤鸟作为族长 一样是百鸟之手 这不合规矩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独野 鸟 这不合规矩 检订 我提议 就由凤鸣组长 主持百鸟嘲讽大会 迎接八方先秦族的朝拜 既然大家如此坚持 那我凤鸣也知耗了 天将祥瑞 定是小凤军要回归了 小凤军终于回归了 我们有先锋簧了 小凤军终于回来了